大家好,我是明显地道的福建人 今天用猪蹄包汤 首先准备上等的猪蹄和腿肉 猪蹄营养丰富,含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一块我吃 这一块是腿瘦肉和骨头 老公和孩子吃 自己吃的把毛烧干净 老公吃的就不用烧了 毛烧干净放入清水里 用刀把表皮的乌果刮掉 这样才能放心地吃 然后切大块 猪老板已经把骨头砍断了 我只要把皮切掉就可以了 昨天我看到都没下血了 但是福建这两天还30度呢 难道要把我热死在冬天吗 全部切好放入冷水锅里 放入几片姜片 倒入一勺料酒去腥 然后把它放半均匀 在大火把它煮开 往中放入两把香菇 常吃香菇对身体好 先涂锁把它掰两把 喜欢吃整个的就不用掰了 掰好倒入适量的清水浸泡10分钟 用手压一下 再准备几只干木鱼 别看这木鱼个头小 它比大木鱼还要香 1斤75元 再放入盆里清洗干净 把木鱼鱼骨切掉 再用剪刀剪小块 这个小木鱼就不用泡花了直接炖 再切几片姜片备用 准备两个弯弯的白萝卜 准备两个弯弯的白萝卜 把它削去皮 然后切滚到快 切啊切 切啊切 切 全部切好放大碗里备用 煮好 煮好水捞起 再用流水冲洗干净 洗干净放入砂锅里 放入干木鱼 倒入干香菇 倒入两勺弑剑红酒取心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够食材 用勺子翻拌均匀 大火把它煮开 盖上盖子转中小火煮一个小时 煮到40分钟时打开盖子 倒入切好的白萝卜 白萝卜容易熟所以要后面放 再盖上盖子中小火煮20分钟 啊,我的猪蹄木鱼香菇汤煮好了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放姜片了 把它煮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看着猪蹄非常的暖糯 而且香气扑皮的 有木鱼的香,香菇的香,白萝卜的清香 简直太美味了,再加盐调味 汤鲜料都营养美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我来先尝尝 汤鲜味的营养分布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